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扑11月18日新法国足球金球奖将在12月3月举行颁奖典礼 2018金球奖的竞争比过去几年都要更加激烈 日前一项来自ProfitBot的研究表明 C罗最应该获得今年的金球奖 如果最终葡萄牙巨星能拿到今年的金球奖 那将会是他第六次得奖 而那这也将是C罗连续第三年赢得金球奖 ProfitBot足球数据公司对过去一年个球员的表现 进行了数据化的评划 最后得分最高的是C罗 戈略兹们位列第二 姆巴佩第三 这项研究的统计时间是2018年1月到现在 该项研究采用多个参数来评估球员的表现 比如比赛的蓝役程度 对手的水平 赛事的中央程度 高压情况下球员的影响力 并综合考虑赛事中的个人表现 如进球 珠宫 关键传球 传中 扩人等等 据例来说 球员在欧冠上对巴黎圣比尔曼和尤文图斯的进球 获得的分级与在西甲联赛中对维茨卡这样的球队取得的进球 最终获得的分数是不一样的 世界杯当然也是重要的参考因素 C罗的葡萄牙队没有走远 这必然会对分数有所影响 不过他也打进了四个进球 其中对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西班牙 更是上演了猫子戏法 马进前方格列兹拉帮助法国队拿到了世界杯冠军 但他在俱乐部赛事中的影响力不如C罗 尤其是同位欧战冠军 C罗在欧挂比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打入了七球并奉献了两次助攻 而且格列兹拉在欧连杯中打进六球 有两次助攻 而欧连杯的影响因子 肯定和欧冠是不同的 就个人层面来说 没有球员能够追上C罗的数据 数据显示 C罗在进攻层面的综合影响力 包括进球 助攻 关键传球 传中 过人等明显超过了格列兹拉 最终 C罗于396.9分排名第一 而格列兹拉获得379.3分 位列第二 穆巴佩尔则以333.2分排在第三 排名第四到第六的分别是 330分的梅西 268.8分的瓦拉内 以及231.1分的莫德里奇 330分排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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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